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又來到永和區明治市場的 陽春麵 意麵 那這一攤東西就蠻古早味的喔 那今天就來吃他這個 別的品項 因為有粉絲找不到這間店 那我就把它隔壁這家拍起來 這邊門牌地址是永和區明治街 81號 就在這個敦品藥局的 右邊的轉角 就可以看到這一攤啦 他餐點還蠻多種的 米粉湯看起來不錯 不過我今天不是要吃米粉湯喔 那上次有這個 朋友推薦我要吃他們的嘴邊肉 那菜單就在牆壁上都算同板價 蠻便宜的 老闆娘 那我這次想要那個意麵 然後湯的 然後我一樣要貢丸 然後蛋包 要半熟蛋 今天青菜是豆芽跟滷白菜 那我要滷白菜 還要嘴邊肉 那生意感覺蠻好的 嘴邊肉一份多少 六十日 六十日 那我還要切那個豆乾跟海帶 豆乾跟海帶 對還有滷白菜 謝謝 那既然說這個 這麼好吃的話 那就來吃吃看 那切好之後還要稍微燙一下這樣 那一會兒 那就是來吃吃看 那是來吃看 那是來吃看 那就是來吃看 那是來吃看 那是來吃看 喔!原來切過通通都要燙過這樣 OK 那大致上是這樣 好!那就先從這個看起來很厲害的小菜開始 好!那就先從麵開始啦 因為麵已經煮好了 麵不能放了 放了就軟掉了 好!那就是我今天吃的是湯的意麵 然後 裡面就是有香菜啊 芹菜末這些 然後還有我有加貢丸跟蛋包 然後還有油蔥酥喔 看起來就很好吃的感覺喔 那現在就試試看 好!很燙喔!但是很好吃這樣子 然後這個麵條就是很有味道喔 然後Q彈Q彈的還不錯 好!那個湯頭應該就是剛剛那個米粉湯的湯吧 還加了一點肉燥進去喔 所以還蠻有味道的喔 好!那這次我想要這個半熟蛋 不曉得是不是我想要那種 喔喔喔喔!是喔! 喔喔! 喔!很讚! 我喜歡這種半熟的蛋喔!很好吃 好吃 還蠻標準的 這樣大概差不多五六分熟吧 嗯!好吃 喔!蛋也還蠻好吃的 一早這樣吃就是還蠻過癮的喔 蠻豐富的耶 嗯! 好!那都很好吃喔!一些口味上都很完美 好!就像媽媽煮的味道一樣喔! 事實上老闆娘也是媽媽這樣 很好吃 好!因為這邊是菜市場喔!所以背景音會比較吵 好!東西便宜啦!就稍微會比較熱一點 然後背景音吵一點 但是東西很好吃喔! 嗯!好吃! 好!這個就是真正的台灣古早味喔! 那口感就是看個人喔! 如果你喜歡吃湯的話 那今天我這一碗就是你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吃乾的就是上次那一集喔! 好!那分數是95分喔! 那扣分是因為環境的關係喔! 不然還真的蠻棒的喔! 好!好吃! 好!好吃! 然後這個是湯液麵的部分 很好吃喔! 欸!我剛剛沒有加辣喔! 那這邊還有一個油波辣子 可以自己加 好!那再喝喝看喔! 通常這種醬油加下去都 欸!真正!這種辣椒醬 加下去都還蠻好吃的 嗯! 好!我覺得這種 蠻辣的喔! 加下去的話比較有層次感 嗯!好吃! 你敢吃辣的話就加一下喔! 好!又香又好吃! 好!那就斟酌著加喔!還蠻辣的 好!那這個是麵的部分 好!再來是這個不小心叫了一大盤的小菜喔! 喔! 我剛剛可能應該是要叫海帶跟肉就好喔! 超多的! 好!那個根據粉絲情報就是一定要沾辣椒醬喔! 那現在就試試看 好!豬肉還蠻好吃的喔! 它就是有一個這個 鮮甜味 應該是菜市場的關係 所以東西都很新鮮 嘴邊肉確實很好吃喔! 很好吃! 蠻軟的喔! 嗯! 這樣吃起來真過癮喔! 應該放一個湯匙上比較清楚 然後這個肉就是軟軟的喔! 然後吃起來就是有這個豬肉的鮮甜味 很好吃! 然後加上薑絲之後喔!就是這個 還有辣椒喔!又香又辣這樣子喔! 然後還有這個豬肉的鮮甜味 喔!很棒! 好!那國外的朋友 我相信你現在看到這樣已經開始流口水了喔! 懷念吧!懷念台灣吧! 快點回來吃喔! 讚! 嘴邊肉真的蠻好吃的! 讚! 這就是這個平價美食之王喔! 只有這個豬肉新鮮才做得到喔! 真的很棒! 雖然它不肥喔! 但是它這個豬肉的味道很香這樣 嗯嗯嗯嗯! 喔!好吃! 豆干跟海帶也不差啦喔! 也還蠻不錯的! 嗯! 肉切得蠻多! 但是三兩下就被我吃完了! 喔!真的很好吃喔! 喔!配料很豐富! 嗯! 嗯! 好!算是這個菜市場的美食喔! 很棒! 好!那這個就是綜合拼盤啊! 應該算是豆干海帶跟這個嘴邊肉的拼盤 喔!很棒! 好!記得要加辣喔! 加辣真的才會真的比較好吃! 然後分數是95分! 好!很棒! 好! 我這樣仔細的照一遍喔! 喔!非常的棒! 好!再來是這個上次跟老闆娘點 她沒有幫我拿過來的滷白菜喔! 那現在就吃吃看! 感覺上滷的還蠻入味的喔! 但是看起來好像料比較單調喔! 量是很多啦! 那現在吃吃看! 呃!是吃得到有蝦米跟豬皮的味道喔! 但是看不到這些料! 然後高麗菜還蠻軟的! 然後吃起來就甘甜甘甜的喔! 那這一道菜就蠻適合這個老人跟小孩子吃喔! 但是... 沒有我想像中的... 那麼... 美味喔! 然後那這一盤菜的... 乳白菜的分數我覺得是... 78分喔! 不好意思! 這這盤菜分數喔! 給比較低! 好!那最後就是這個... 店家新推出的紅茶喔! 標榜的時候都是自己煮的! 那紅茶當然是自己囉! 自己煮的啦! 哈哈! 好!那現在喝喝看! 呃! 茶的韻味還不錯! 茶味的味道大概差不多2分到3分喔! 然後糖水的味道大概是1分吧! 算是很清爽的茶飲料! 好!那這分數就不平了! 因為... 口感就是看個人喔! 還OK!就是... 吃了比較熱的麵之後... 配一杯飲料剛剛好這樣! 喔!那就看個人啦! 想點...想不點都可以! 紅茶還OK! 好!那全我的多少? 170! 好! 好!那原始上這一攤的東西就是... 好吃是古早味! 好!那剛剛也有碰到我一位粉絲 他是不願意入境啦!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好!那再一次啦! 那我們吃完麵之後就走到這個... 市場口的這邊... 愛玉冰! 好!上次吃了之後覺得阿姨的愛玉蠻不錯的喔! 那這次就再來點一杯! 然後有兩種口味! 然後有冬瓜愛玉冰跟... 原味愛玉冰! 我還是點那個檸檬的好了! 好!阿姨早! 好!阿姨早! 阿姨早! 那我就一樣還是一杯大杯的愛玉冰 然後檸檬的好了! 好!那你要這邊吃還可以走 欸!這邊吃! 好!來請坐! 欸!謝謝! 好!那一樣這邊就是這個真正的愛玉喔! 在這裡! 欸!謝謝喔! 好!你吃吃看! 欸!待會你啦!阿姨要喝那個? 好! 好!那個人覺得就是吃完麵之後 來這邊吃愛玉冰剛剛好啦! 好!最近... 最近的天氣都很熱這樣! 然後吃愛玉冰也蠻適合的! 好!配上這個... 現榨的檸檬汁! 好! 不要太甜嘛! 喔!欸!對!謝謝! 好!謝謝! 好!那阿姨聲音本來就不錯了喔! 所以就現在... 已經開始有人排隊要買愛玉冰這樣 好!那上次就有介紹過喔! 這個真正的愛玉裡面會有雜質喔! 我也蠻怕它掉下來的! 好!鼓溜鼓溜的感覺喔! 然後很清涼! 好!現在就吃吃看喔! 恩! 好!熱熱的天醬吃起來真的蠻舒服的喔! 好!很好吃! 阿姨姊姊... 你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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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再來就是這個... 酸酸甜甜的味道 配上這個苦力苦力的愛玉喔! 非常棒! 好!那上次據說有這個... 國外的朋友非常想念愛玉啦喔! 那麻煩你就... 看清楚一點! 給它... 特寫喔! 好!那這個... 這個東西很好吃啦喔! 如果你是外國人的話 這個愛玉非常的好吃! 好!一定要來台灣一趟你才能夠真正明白它的美味喔! 好!很好吃喔! 好!很好吃喔! 加上天氣熱這個背景因素啦喔! 所以這個吃起來更加可口! 好!那這樣... 就是...沒有洗過的愛玉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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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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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大塊 然後配上了這個已經失戀的檸檬 所以這個再配上已經在戀愛中的糖水 味道就特別的好 好 那就任命這一攤 愛玉冰 然後隔壁就是這個豆花 兩攤都不錯 都可以來消費一下 好 那在每一走都遠遠過來 這邊就是這個小汪窗味涼麵 那這一攤也蠻不錯的 總之菜市場的東西很多都很好吃 那等待各位來發掘啦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